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看到清华夫人看菊诺的表情了吗 你说她何必要这样呢 最疼爱的女儿非要眼睁睁地看着她被问着 既然欲心不忍为何要来啊 或许是她太爱菊诺了 所以才想要送她最后一场吧 今日这举怒倒是有一点让我挺佩服的 这都要问斩了 她居然还保持着自己的王室气度 时辰差不多了 行刑时辰到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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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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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人敢敢在此干扰行刑 沈爹 沈爹 沈爹她来得还挺及时的 那是 我可没骗你吧 嗯 既然沈爹能够一招就制服白鹅虎 那我是不是就不用上去了 你别高兴得太早 这才刚开始 好戏还在后头 沈爹刚才只是暂时将白鹅虎逼退 这头虎 不至于这样拢包 待它续好势力 再行征脱出刀 不过是轻刻之事 等会儿 就换你上了 你怎么不早说清楚啊 我不行 我得利用 你还想不想出阿兰惹之梦了 尚军 沈爹神官 你为何而来 臣在旧时 研读圣刀才行的篇章得知 圣刀即出 若拂刑人在原神离散前 将刀中虎锁回 便是上天有好生之德 无论拂刑人有多大罪过 皆可赦免 尚军圣明 今日菊诺公主此行 是否可依照此法度研判 嗯 谢上君 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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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惡 中文字幕——YK 表哥 快躲起来 怎么回事啊 这个神月这么快就抵不住了 白鹅虎生于利器 虎像只是一种化形 所以添在他身上的伤口 远不及看上去那么严重 现在 神夜体力大耗 必须靠你救他了 换你上了 不行 你说让我隐慢些 来封印住这个白鹅虎的原神 那怎么可能啊 你说得倒挺轻松的 你看那白鹅虎嗜血如命 那么凶猛 我怎么可能能够抵得住他啊 比翼鸟族 本就体质疏义 如今你看 橘怒已香道虚弱 生血根本就满足不了白鹅虎 阿兰惹与橘怒同目相生 生血也差不多 一会儿 你让白鹅虎引你一半生血 再与沈夜以灵力全力相逢 自然可将他封印回去 还要一半生血 那我不落个半死吗 来不及了 你先去 殿下 送我欠你一个大恩 欠我的你记住啊 你是不是傻呀 他都背叛了你 你还要救他 他是我未婚的妻子 一起长大的妹妹 即便做错了事 有一线生计 我又如何能补救 还真是兄妹情深 负唱负随 难道你忘了 我也是你妹妹 为何你总是瞧不上我 不 我从来没有瞧不上你 从来没有 你真是阿兰仑 不是其他人对吗 你真的是阿兰仑 感谢观看